大家好,我是风华整体外科高医生医师 至于什么叫做全自乐龙鼻手术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龙鼻手术需要很多材料 那如果这个龙鼻材料完全是取自于自体自身的乐软骨 作为材料我们称之为自体乐软骨龙鼻手术 自体类软骨的优缺点 自体乐软骨的优点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龙鼻手术需要很多材料来完成龙鼻手术 那自体乐软骨可以提供量很大 而且具有支撑力的自体软组织来完成比调手术 这是它最大的优点 那它的缺点当然就是说 它在胸口上由于要取用这个自体乐软骨 所以它会在胸口上留下一个疤痕和一个伤口 通常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第一个如果你的鼻子感染过或者有加膜乱缩 做完以后你不满意 或者做了夹体以后看起来不自然的 我们都可以使用自体的软骨 作为手术的材料 那至于就是有些特殊的鼻型 比如说你的鼻子特别的短 或者说你的鼻头特别的大 那有一些比较需要量比较大的 而且又需要自体软组织作为比调手术的材料的时候 我们都会选择自体热软骨来作为冻比手术的材料 取肋骨丸会影响运动吗 当然我们使用自体热软骨作为材料的时候 由于我们是使用自体热软骨 因为我们每天在呼吸都会碰触到这个伤口 那基本上使用自体热软骨冻比手术的时候 它的恢复起起始 在呼吸的时候运动的时候会发生疼痛 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那这样的时期差不多在一个月左右 就会慢慢的消失 所以基本上对以后 不管是你的运动的能力 或者是运动的强度 我们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恢复